你们猜三年时间会对一个女生产生多大的改变 我把三年前的同款衣服买了回来 打算待会儿给现在的自己穿上 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差 顺便呢我今天带你们揭秘一下 三年前的我看看时间到底改变了什么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你单眼皮变双眼皮我知道了 我这三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弄的眼睛嘛 最近还弄了下巴 顺便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没有弄双眼皮之前的样子吧 我今天给你们看的很多都是私密的 没有公开过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单眼皮的样子 这个是谁啊 你看我这个眼睛当然可单了 而且是肿眼胖 但是那时候我还有高颅顶呢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第一次染头发的时候 这个真的很单 这像我吗 有一点像 哇塞 这个完全不像我 给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确定这是你吗 这个眼睛是有一点霜对不对 但这时候还没弄 因为我当时经常贴那个霜眼皮贴胶 贴着贴着呢 然后拔掉之后 它这边就自动变霜了 对 自动变霜了 这个是我第一次学化妆的时候 耶 画了粉粉的小眼影和小口红 还有这张 这个是我上班的时候 这张是真的有点像的 而且这么多年我觉得 你的皮肤确实一直挺好的 对 这个是我刚弄完双眼皮的 第11天我记得 这个有点变化了 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化妆了 看这个时候双眼皮可大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变小了 没有挺大的 看这个衣服熟不熟悉 是这个带小小新兴的 对 为什么我选中了这件衣服 你们知道吗 因为除了我弄完双眼皮之后 穿了这一件 还有这个时候 这个是干嘛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分手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关了一个多月 创业也失败了 感情也挫折了 然后身上面也没有多少钱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躺在床上 我那个窗帘 有一束光洒进来了 一下子就突然 惑然开朗了 对 就那一瞬间 然后那天我就说 不行我今天要出门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把你这样一个装 这个装很丑 我给你们看一眼 这个也太狠了吧 分手归分手 咱们还得好好工作 对不对 要生活 对 我想到工作那一天 很巧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又穿了这件衣服 然后没有想到 就入职了 你知道吗 这个衣服真的陪伴我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它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等一下 你这个是穿袜子吗 对 穿的光腿神器 你觉得当时 你这个光腿神器好看吗 有一点发挥 是不是有点假 感觉 这一张 我跟你说 女人 就是没有爱情 搞事业的时候 英姿萨爽 你看一看 是什么呀 你设计这是你吗 英姿萨爽 那个时候 等一下 你先别说 你是怎么选择的 这个衣服 不想知道 那个时候完全不够形象了 我就是要赚钱 我就是要搞事业 还有这一句 什么 还有什么 那个时候 朋友都叫我 樱桃小丸子 就剪完这个头发 然后弄了双眼皮之后 颜值就开始慢慢起来了 我给你看一下 一九年的时候 看到没 你不睡 我不睡 你看我俩都般配 没事 那个时候已经分手了 是不是好看一点了 好看了 黑配白我朋友 你看啥呀 我的朋友圈 真的老有意思了 你们有删朋友圈的习惯吗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老爱删了 然后我们每次回归 自己像之前的照片视频的时候 他都没有 我还有XXX的 还有十年前的 要不要下期给你们做东西 可以 然后我现在把这条衣服给你们换上 看 这是那里面 那个打底的长裙是吗 这个好可爱呀 但是我觉得 你这次拍 可能比上一次穿要好看 为啥 我好看了 不是 是因为你这次穿的那个光顿神器 比上一次要自然很多 是吧 真的很多 这光顿神器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秘菊 对 秘菊家的光顿神器 这个我粉丝应该知道 我已经穿了一年多了 女生冬天了冷了 对不对 但是还想穿这种好看的衣服和小裙子的话 就一定需要一个很好的光顿神器 有一说一 你这可比三年前穿的光顿神器要自然很多 不止一刻还真不一定能看出来 而且他们家这个光顿神器不仅穿上自然以外 它还是这种五感卑鄙绒的 双层的仿真肌理 穿上它就会特别的贴服 很舒服 我觉得你穿上之后 你的腿感觉变细了 说到重点上 因为它这个是有那种微微压力的 我们不是小腿上会有那种坠肉吗 它就可以很好的收紧 除了显瘦之外 它还可以修饰拉长我们的腿型 我还很喜欢一点就是它走路的时候 也不容易掉当和卡当 还有一点 很多光顿神器是不耐磨 它这个超级超级耐磨 他们家用的都是多倍耐磨和强力防钩的材质 很耐穿 如果说有想买光铁神迹宝鱼吗 可以戳这 都帮你们弹好了 我去换衣服了 好了吗 换好了吗 那你出来看一下 你出来嘛 好看啊 跟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原本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它之前的感觉 来看一下现在的感觉 这样对比发现 变化太大的这三年 哇 这身你现在穿上去真的好看 而且这个光的人界巨自然 对了 我记得他们家那个黑色款也不错 特别的均匀透风 给你拍张照片记得念一下